星期中午在湾仔这家餐厅外 顾客排起了长龙 这家餐厅曾经遭人破坏 有志愿人员帮助修复 今天造成营业 那我们只有一个吃饭的时间 你看我还要在这里排队 不是吃 是表示支持 林女士是上班族 她说 是表示现在香港的整个战法 我要支持民主自由还有自大 现在香港是警察是无法无天 另外一位顾客李先生也是来表示支持 是啊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做正常的事 但是他受人攻击嘛 所以就是表示一些支持的 是正常的 这家餐厅就属于香港人 现在所说的支持抗议者的黄电 抗议者们在网络上 号召人们称黄电 林女士说 她现在总是要选择黄电 才去消费 我没有力量跟他们对抗 我只要采取这个方法来 表示我的不满 对这个进口 这种方法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都有用的 很多男士男一边都是为钱的嘛 我觉得一定是为钱的 他们是为利益 有没有用 常言来说就是 至少内心觉得好过一点吧 香港一些被认为是亲政府的蓝色企业 在抗议活动中也时常被毁损 美国真记者仁新 香港报道 北京 五六七八糟 最后跟我们用 Hundred 二七八糟 都在向中 上 Fury 问题 大家 Hoy 二七八糟 边 写